接下来跟各位介绍电器跟电压的问题 基本上一个电器要正常使用 必须要直接到一个适当的电压 推动力 然后电器才会能够正常的运作 如果推动力不足 东西就不太会动 可是如果电压太大 电供力太大 它就会容易烧掉 因此每个国家 都有它自己的额定的电压 我这个国家出来的电压就这么大 因此这个国家所制造的电器 就会配合这个国家的额定电压 这个国家出来的是110 我就是接110浦 这个国家出来的是220 我就是接220浦 配合我这个适当的电压 因此当你要到国外去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这个电压是不是可以用的 过去的年代交通比较没有那么发展 就常常有人买的电器 比如说从日本买回来 从台湾买来送到香港去 要嘛就推不动 要嘛就烧掉 就是电压不对的关系 那现在国际交通很频繁的 如果等一下你碰到我后面交的那个整流变压器的 那个通常都是100-240都能用 那你就插上去 只要插头的形状对你插进去 就没有问题都可以用 那这个推风机是调两个范围 一边调110一边调220 所以他110也可以用 220也可以用 有些就是所谓他可以 试用电压范围比较广 怎样都ok的 比较广泛的可以使用 刚刚讲过 因为现在国际交流有平反 所以很多都做就是说 电压都不ok啦 你这个国家100 那国家200-240都ok可以用 然后你干嘛就不能用 干嘛就坏掉 烧掉 这也不用费啦 就是不同的国家的自己设定的电压 那你只要记得台湾说好就好了 后面会再交 台湾是1105个 台湾是1105个 那这个就是一个考试的学习的重点 电器都有这个标示 第一个AC是指的是交流电 后面会交交流电 这个交流电要110伏特60赫斯 60赫斯它变化的频率 我们后面也会交 对现在而言的重点就只有 我要接110伏特 然后呢 它就会有1000瓦的功率 所以这个标示就是告诉你说 你买回去插头插上去插队 那它就会有1000瓦的功率 有一些机器 比如说吸尘器 它会把你分的更清楚 有所谓的输入功率跟输出功率 我要用掉多少瓦 我出去会有多少瓦 中间会有损耗消耗 那这一定没有特略标 就是我这个发热就是1000瓦 像这个样子 然后看到这个标示 我们就要会几件事情 会几件事情 考试就考这个 算就算这个 第一个 要知道如何正常使用 我上面写AC110伏特 就表示你要正常使用 要接在交流电要接在110 它接在110上面 所以要如何正常使用 会 第二个 要能够算会 会算电阻 会算电阻 然后我们又会假设 我们的东西都遵守欧姆定律 所以电阻大小为定值不会变 好 我正常要接是接110 那就有人考 就考你不正常 那如果我接220会怎么样 那不管我接110还是220 我的电阻是一样大的 所以你要会算出它的内电阻 还有要会算电流 就是通过电流有多少 我等一下都有题目让你算 等一下都有题目让你算 那就算电流 最后一个是 要能够一看就知道用几度电 几度电这个错 我们后面才会教 这很容易 一看就知道 所以用眼睛一看就会知道 他会需要用掉几度电 就是你要学会的事情 OK吗 好 回来请问 电阻 我要接110 出来有1000瓦 我知道电压 我知道功率 请问你 什么公式可以让我算电阻 我知道电压 我知道公率 有哪个公式可以让我算电阻 前面交过的 听的吗 不是爱平方 可以是电压 这是什么 非平方 非平方 注意啊 然后你就算完电阻 我再说一次 我们假设我们都遵守欧姆定律 电阻会为定值 不管有没有正常使用 比如都这么大 好 再来我要你算电流 我知道功率 我知道电压 有什么公式可以让我算电流 我现在只要算功率 所以不要踢 这样就可以让我算电流 告诉你 我用什么公式可以算电阻 我用什么公式可以算电流 然后等一下就来算一算 算一算 就是我们学习要会的事情 看得懂标示 标示什么意思 要如何正常使用 然后由公式算出我们的电阻跟电流 然后万一有人不正常使用 又会怎么样 然后未来要看到他会用到几度电 OK 有没有问题吗 没有 还有一个 我们交过的重点 我们交过这件事情 考试考过这件事情 请问你家庭力什么脸 病脸 病脸 病脸很好 为什么要病脸 因为你的参考书 你的普什兰考诗教你 因为病脸才不会 电视机挂掉了 电力上也不能用 电灯坏了 冷气机也挂了 这要避免 才不会一坏掉 全家都坏掉 这个不是病脸的理由 刚才跟你讲了 台湾做的电子系 正常是先110 你就插头插上去就要110 请问你 你如何现在每一个插头插上去 都会是电压都一样 要什么脸 病脸 病脸才比他都一样 所以真正要病脸的原因 是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 每一个电器都得到他应该有的电压 你全家只插一个电灯110 拨买他的电视机插上去还是110 再放个电冰箱还是110 不管你接多少 大家都会一样 这才是病人的真正原因 要大家都可以享受到他应该享受到的电压 有听懂吗 接下来是我们真正家庭电器要病人的原因 确保每个电器都能够接到他合适的电压 OK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帮各位做一些说明 可以吗 可以